今天在學民室和學聯的同學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願意負上刑責的心理準備 願意去投身公民抗命的人 前提就是他願意為他的行為負責任 的確可能根據現在警方不法對通知書的條例 超過30人的遊行 50人的集會就是非法 甚至行為不檢的幾個人都可以抓 但我想今天一班學生願意去負上刑責 去發起這個升級的行動 我想因為很簡單 香港人等待的不是一個再次投票的機會 香港人等待的一個行動的時刻 所以我相信我們願意去負上這個責任 其實我們並不是完全是希望封閃一個和政府對話的空間 現在不是我們不想和政府有對話 而是林鄭月娥已經在上星期說明 就是說她和學界方的倡議者沒有一個對話的空間 我相信我們今次的行動 無論是包圍還是佔領 其實都只是一個預演的性質 也沒有說是一個長時間的佔領行動 其實都是代表著就是說我們有行動升級 但同時我們渴望就是說 特首7月2號9點鐘 麻煩他出來特首帕去聽一下民意 民意七十一萬人的訴求 他不可以忽視